极乐世界有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 阿弥陀佛 为一生功德所加持的 也就是往生到极乐世界 霸师都转过来了 转霸师成四指 所以感到全是法信徒 法信深 法信徒 法信深 法信徒 有这个色相 没有生灭 随人寿命长 相貌永远是年轻 他不变 不像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这个世界 打一般 佛国度跟我们差不多 不通 十三变法 人一年一年成长 慢慢从小到衰老 最后到死亡 时间非常快 年轻的时候没有感觉到 注意力在外面 年老的时候 尤其是不能再工作了 他看到自己 那才知道 那才知道 光阴快 啊 衰变 人做不了主啊 自己没办法做主啊 啊 修佛的人太幸运了 他了解四十真相 那四十真相了解之后 要真地了解四十真相 他 决定求生进度 找到永恒 不生不灭 这 这 大智慧 大佛宝 没有大智慧 没有大佛宝 他不相信 这个方法最容易 最难信 叫 难信之法 难信能信 那是大智慧 大佛宝 我们看到 真真究竟圆满佛宝 在海鲜身上看到 在海青身上看到 在大德火山身上看到 他们一听 就相信 就接受 啊 却不改变 这个 太稀有 难得了 啊 我们学了多年 才相信 为什么他们一切出去相信 啊 这就是 善根 福德 不如人 弥陀经上 讲得好 不可以 少善根 福德 应援 得身 别过 讲清楚了 凡是念佛王身 接受这个方法 没有一点怀疑 大佛德 大善根 那也就是 大智慧 才选择这个方法 一身 圆满拯救 那这些东西 他懂不懂啊 懂 没有一样 他不懂 海鲜老和尚 能不能讲 无量手机 难 他讲的比我们好 为什么 他真的 他是讲 他自己 经济 我们没有认识 所以讲的是 听释迦牟尼佛说的 不是自己 亲证 他是亲证 亲证地 讲的 跟佛讲的一样 毫不逊色 所以在这个世界 头一个 救自己 自己救了 要救别人 救一些 有缘众生 对众生 也不必 勉强 勉强 我们就错了 自己错了 能接受 很好 不能接受 给他种的 圣根 所以 一粒二根 永违到主 他来生 后世 遇到缘 他会相信 在现前 他的缘不成熟 来生后世 所以我们 心里头 痕迹都不能有 有痕迹 都变成障碍 要舍得 感慨尽尽 确确实实 心里头 只保存 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不能够 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就是自己 修学 尽宗的 障碍 障碍不是从 外来的 都是从自己 放不下的 这些东西 真要放下 阿弥陀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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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